一天,十二岁的童志弟去给母亲慈禧请安 不料,他刚走进门,便被眼前一幕惊呆了 慈禧正躺在床上闭着眼,而床尾有一双男人手 正在给慈禧捏脚,童志仔细一瞅那男人的脸 心中顿时起了杀意 在宫里出现的男子不是皇上,就是太监 童志见到的男子便是大太监安德海 童志看着他抚摸自己母亲的脚 恨不得杀了他,可是他不能发作 因为他不敢得罪自己的母亲慈禧太后 看着童志不发火,安德海对他轻蔑一笑 他认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没有错 但是,童志在心中早就对安德海起了杀心 安德海在1844年入宫 因为家中贫穷,他告别了叔父,自愿入宫为奴 凭借着自己的机领,安德海得到了咸丰地的赏识 成为了心腹太监 因为慈禧得宠,顺利从一个小贵人变成义贵妃 安德海就开始朝他靠拢 后来,贤方帝身体不好 他给童志帝留下了八个顾命大臣 希望他们限制住慈禧和他亲弟弟公亲王毅 好好辅佐童志长大 可是,慈禧从来都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女子 他想要世间最大的权利 但是慈禧在后宫中,他被束缚了手脚,没有办法出宫 他需要一个人替他去勾结公亲王毅 以此夺取大权 安德海虽然是咸丰地的首席大太监 可是他在童志帝和慈禧之间权衡 他觉得慈禧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他选择了慈禧,替慈禧从中牵线 让他顺利和公亲王密谋 最终,公亲王毅和慈禧成功了 他们两个人夺走了大权 朝堂中的大权都被慈禧把持着 因为安德海辅助有功 所以他也很快成为宫中的首席大太监 除了这件事的功劳之外 安德海还有两个别人都没有的本事 这让慈禧不能离开他 慈禧因为常年饮食不规律 所以他的品味不是很好 常常吃完饭就会肚子痛 会想要拉肚子 每次慈禧只要发出嗡嗡两声 安德海就会为他准备好工房 为了让慈禧感到舒服 所以他创造了一套特别的清洗臀部的方法 慈禧闲暇之余,喜欢听戏 安德海学会了唱戏 让慈禧很满意 因为有了慈禧的宠爱 所以安德海就可以在宫里宫外作威作福 在宫里,安德海可以名正言顺的向内务府要钱 有一次他被公亲王看到了 依旧教训了他一顿 对他说,常年作战 国库空虚,你不能贪得无厌 安德海虽然不能名正言顺的针对公亲王 但是他已经给公亲王设置了一个陷阱 他问公亲王,奴才错了 但是奴才不知道哪里错了 奴才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够节省 让您要如此斥责奴才 公亲王没有听懂他话里的陷阱 所以他就说,譬如圣母太后宫中瓷器 按照规矩,每月供应一次 完全能满足圣母太后的需求 但你却数字索取 实在过于铺张浪费 安德海等的就是这句话 等到安德海回宫之后 他就把慈禧宫里的瓷器都换成了粗瓷 慈禧一贯喜欢排场 这无疑就是打他的脸 他生气极了 找来公亲王训斥了他一顿 公亲王这才知道安德海给他设陷阱 他虽然恼怒 可是却没有办法惩罚安德海 因为他一直留在慈禧身边 有慈禧庇护就动不了他 安德海以为有了慈禧做依靠 他就可以安枕无忧 什么都不用怕 可是他在无形中已经得罪了两个最不该得罪的人 第一个是童之地 第二个是公亲王 二人对他恨之入骨 迟早都会找他算账 但是安德海一直都不自知 他依旧在宫里我行我素 他在宫里看中了一个19岁的姑娘马赛花 非要娶人家做妻子 他都不是男人了 根本就没办法跟人家姑娘做正常夫妻 但是他就要如此 最为特别的是 马赛花居然答应嫁给安德海 其实他也是惧怕慈禧 所以不得不同意 慈禧知道这件事 他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赏赐给安德海一千两白银 还有一百匹绸缎 然而一场闹剧就这样开始了 公元1869年 同志迪奥大婚了 安德海想要借着这个机会 去江南地区逛逛 顺便赚点外快 慈禧太后还想着去江南采购一些衣裳 所以他就答应了安德海去江南的建议 对外 他们两个人就打出去江南督造龙翼的借口 安德海出发到江南 没有得到任何特许 而是打着慈禧太后和同志弟旗号 到处招摇撞骗 各地官员也给了安德海很高规格的接待 安德海很享受这一切 然而安德海到了山东境内 当地的两个好官 他们可不打算惯着安德海 首先便是德州之州赵新 他早就知道安德海作为作福的事情 打算惩罚他一顿 可是他一个人还不敢贸然下决定 他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丁宝珍 丁宝珍也早就看不惯安德海了 他同意赵新的办法去收拾他 于是他们两个人联合 丁宝珍将安德海骗到济南 假意试验招待他 将他骗到宴席 然后他们就趁机抓住了他 丁宝珍当下就决定杀了安德海 安德海就对他叫嚣 打狗还要看主人 你敢得罪我吗 丁宝珍背弃的立即就打算出手 安德海连连求饶 可是同僚们劝他先不要轻举妄动 丁宝珍将安德海先收监 丁宝珍写信告诉宫亲王 他们抓住了安德海 宫亲王同意杀了他 他禀告了同志 同志也是同样的想法 有了他们两个人的同意 丁宝珍就杀了安德海 有护眼 一定要解销 对 firefight